这是一幅在牛津大学沉睡了350年的地图 根据推测很有可能汇聚于17世纪 它比一般的明朝地图覆盖的范围更广 从右上到日本 一直到左下的苏门达拉岛 南海下方的婆罗洲和菲律宾的位置也与现实吻合 过去中国制图师描绘这些地方都有着固定的传统 那便是将它们挤在一起平布在中国大陆周围 这些传统在明朝末年有了改变的趋势 像这样的地图在那个时代还是独一分 地图与六种颜色绘制 描绘了树木、花朵、河流和山脉 官方名称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也叫塞尔邓地图 在本图内 中国包含的地理信息比图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主要有北京顺天府 南京应天府两个职地 以及13部政司 还有边是几条蛇星的通道 它们犬牙交错于山川间 在明代的中国连成一个整体 这些看起来像河流的通道 其实是各省的边界 因为和海洋的颜色一样 所以不容易察觉 用同样的视觉系统 去同时描绘河流和省界 这一做法在中国地图中十分罕见 另一个疑惑的点是 省会城市会被以巨石状的红色冰框标注 大部分的其他城市会被以黄色的冰框标注 而灵星被红色圈起来的点 会被误解成一些比较次要的地方 但事实上 这些冰框的字 它们是划分夜空星宿的名称 古人根据月亮环绕地球运动的关系 划分出28个星宿 它们的每一个位置 在地上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点 这个星宿对应的体系被称为分叶 在塞尔登地图出现的2000年前 这一体系就已经存在 不过到了明朝 已经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体系如何运作 塞尔登地图上标出的天体不只有星座 还有太阳和月亮 它们成队出现过两次 第一队位于北京的正上方 一个红色的太阳和白色的月亮 并且标注了汉子 在地图上方也能够看到太阳和月亮 还标注了拉丁文 日月的形象成双成队的出现 这种设计在明朝十分盛行 太阳和月亮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天体 因此将它们绘制在地图上 意在将宇宙的保护力量 接应到海域员航行的航线上 这是一个带着24方位的标准中国罗盘 每个方位都有自己的名称 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中国地图从未出现过罗盘图 在塞尔登地图出现之后也没有 直到20世纪 受到世界其他地图的影响 才会加入罗盘图 更诡异的是 罗盘下方画着一条37.5厘米的标尺 按直据来说 是零式传统地图中的比例尺 标尺似乎显示的是中国的一尺 况且中国古力图中从来没有过比例尺 另外位于罗盘右侧的空白方框 也令人不解 它似乎是留下来供填写标题 可是中国地图的标题 总喜欢在图纸的正上方横向排列 就不会像本图的空白地区突兀的出现 又或者是制图师的背注 但在左侧已经有了一个背注窗口 塞尔登的制图师描绘的区域 是欧洲人航行了100多年的地方 他有机会见到欧洲人的舰船和他们的船员 所以也极有可能见到过来自欧洲的地图 罗盘下方的比例尺 是这一说法来更好证明 比例尺是欧洲地图的必备之物 它通常被描述成一对侧距仪或者圆规 罗盘这个词在古代 便是圆规打开后露出的尺子 从罗盘向下延长到两侧的180度对角 柄位和钉位 形成一个三角形 如同一对侧经仪 在一把尺子上方打开 塞尔登地图的制图师 从欧洲地图设计上 摄取了视觉上的灵感 比例尺的罗盘图 并不是对欧洲航海图的单纯模仿 以其到装饰的作用 事实上 它把这项技术用来为自己的地图服务 从而做出了欧洲会图师 从未做过的尝试 除了地图上标注的汉子 似乎隐约告诉我们 作者与中国有关 日本长期被标注成龙沙仔 这是来自欧洲葡萄牙域的翻译 沿着旅宋岛西侧 一串地名标注得十分完整 南洋地区的信息也非常详细 所以这幅地图在京南亚绘制的概率非常之高 名图的始航点在漳州越岗 航线有六条东洋航线 以及十六条西洋航线 关于福建 尤其是泉州等地 是否为中古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过去常有争议 本图海外交通航线均由闽南出发 是为泉州等闽南地区 作为宋元明三代中央航海口岸的明确佐证 反映了名墨、张权 尤其是越岗的重要地位 这叫很巧的朋友们吗? 我就是漳州的 于是我在周末搭上了第一班公车 去了一趟漳州越岗 越岗古镇安静地卧在九龙江畔 看着越岗海司馆的牌匾 展馆不大 内容却很丰富 图文并茂着输出着越岗的历史演变 厅堂上悬挂着大明第一岗的牌匾 如果不了解历史 似乎很难把这么显赫的称呼 和眼前小小的村庄联系起来 阿伯操着一口亲切 但有十分陌生的龙海口音 卖你的项目说明 这里曾经有三条石头拼成 是整个越南湾中最窄的码头 同时位置也最靠西 自然成为了港口中的老七 但老七其实是兄弟中最早消失的 现在已经被附近的居民 改造成了一个焚烧旧物的场所 再往前走是阿格伯码头 是嘉宁的老六 这里的风景很好 能够看到河流对岸 现代港口的万吨巨轮 再者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 指不定里面还遇见 我在阿里巴巴买了泰板球衣 但机械的轰鸣声 显然已经盖过了 曾经本属于这里的嘻嘻嚷嚷 再往下走 有的码头幸运地融入 成为人民公园的一部分 而有的则遗憾地被臭水沟穿过 或者成为对方垃圾的 另一个场所 一个民族 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他们才会有希望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几十年来 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海洋的重要性 正在不断地凸显 我们必须注目大海星辰 不断探索 进去 超越 以海纳百顺的气图 勇不延弃的海洋精神 凝聚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 使海洋文化在中华之沃土上 绽放异彩 但当有一天 时光风化了 名为上的信息 这个港口留给世界的 终章只是出自地图中的预算坐标 每年爱看一篇 盛放映花当天 望回到 上面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门 终 realidade